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宿战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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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念的祖母法 帮你他的声明知 数月让你转时期 在那种��画院之内 他永远发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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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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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值得理解的意思 对方我们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心虽不是乘 而人自然乘 如是为是神 成老有之神 那么有些人可以这样想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斑柄等等 没有想法作害 进行对加害 我的这种想法和作意是没有的 可是缘分的敌人 与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不仅是他自己是依靠嗔恨心而产生恶念 而且他对我有进行加害的念头 这是我们很多敌人也有的 所以我为什么是对他生嗔恨心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斑柄这些 只不过是自己因缘举好而已 可是这个敌人 他不仅是对我生嗔恨心 还想害我 害我的话那我输不了 那我一定要对他恨之不可 应该不得不恨 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值得分析 怎么分析呢 这个心虽不是乘 而人自然乘 那么所谓的嗔恨心 这个心他自己 并不是真的愿意生嗔恨心 我要生嗔恨心 这是任何一个怨恨的敌人 不会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敌人 他自己在生不愚迹的情况下 就是生嗔恨的情况是有的 但是他的心 如果没有我的身体的因缘 没有他的前面的一些烦恼 还有各种因缘 没有聚合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他想生嗔恨心 也是不一定生嗔恨心 比如说我修得非常好的人 我对看不惯的人 我今天一定要对他生一个嗔恨心 我怎么样很失敬的心里面 我要生嗔恨心的话 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因缘不具有的情况下 你怎么样记也记不出来 回去吧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面有点怪兰罪 我们今天能够寫一下 我们今天到了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在花车 也是同学 他们都要美 我们自身体 我们在这些国秀 就是我们看起来的 我想我们这些圳命 也没想到 还是我们在这些城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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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摄意 摄意也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因为前面讲的 不由自主的摄意 还有无形的摄意 第一个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所有中国事 种种诸罪恶 彼皆远所生 全然非自利 那么这个 总而言之 墙面所讲的 所有的这些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说犯的各种过失 就是他这里的过失 也就是说贪心 惩心等等 各种烦恼的这些过失 以及种种的罪 就是我们杀生 邪淫 以及自行罪和佛制罪等等 就是世间的这些罪业 应该说全部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而没有任何一个无因而产生的 或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产生的 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 不仅是对境的这种嗔恨心 甚至所有对方的过失 都有不同的一种因缘 当他的因缘聚一聚合的时候 对方肯定会犯错误的 肯定会造恶业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必要对他生气 生气也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刚才说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过失 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心 疼心等等 这些过失 也是依靠领缘而生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比如说 我们从贪心的角度来讲 贪心的角度来讲 其实贪心也并不是说 我要生气了 没有这样的 但是所谓的贪心 就像《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然后你悦意的对境产生的 自己的非理作业 还有相续的习气没有斩断 取出这三种因缘的时候 只要显现出你的对境的时候 就你自然而然 对他生贪心的 同样的道理 反过来说 我们刚才 怨恨的敌人的嗔恨心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非理作业 也是在他的相续当中存在的 然后对境存在 对境存在以后 还有那个习气存在 这样之后 他这个嗔恨心会出现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怪别人了 这是各种因缘 剧度以后就可以产生的 这是从嗔恨心的角度来讲 也是应该这样的 为什么 aviso折扬 不是所有人对 tegen sadness 往中身就不想加 whiuii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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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无心之舍异》 彼等众远聚 也不思将生成 所生主成老 也无即生相 他这里跟前面的颂词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角度有点不同 意思就是说能产生罪过的 这些信心舍舍的外面的因缘 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因缘 这些因缘也并没有生起 我们聚合起来产生这个嗔恨心 没有这样的念头 而且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比如说我们要产生一个嗔恨心 可能外境存在 让自己的心事 包括自己的眼根等等 这三者必须要具足的 我看见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作为对境 然后我的眼睛 看了他的行为不如法 然后心里面接受不了 这三种因缘实际上 他们有没有共同的这种想法 噢 我们今天让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让产生一种嗔恨心 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或者是执著呢 绝对是没有的 这种执著都是没有的 但是只要是对方的行为 跟你的这种非理作意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 产生嗔恨 这也是一种因缘 然后第二个问题来讲 所生的成劳等等 他们自己有没有 我依靠这些因缘而产生 有没有他自己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首先是对人生嗔恨心 然后这个人在被诚心的控制下 开始对我进行加害 所以对这个嗔恨心 也是应该生那个 对他有看法也可以 可是他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也实际上是 我们详细观察 是一种假合 真的这个嗔恨心的本质 我们去寻找的话 恐怕也是找不到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房屋 只不过是一些图片 瓦石等等 有一些材料组成而已的 那么同样的 所谓的分别性 从它的本体 或者是从它的因缘 体型的角度来讲 也是真实的找不到的 既然他的本体找不到 依靠他自己作意 我是依靠种种因缘 而今天非要产生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样的想法 绝对是不会有的 是因素的 如果是要在个人说的那种 我说他如果是有一个人说的 你不懂得太大了 我懂得太大了 是不得太大了 那三个人说一下 这听看了 是不得太大了 你不得太重了 我对他自己或认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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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